那個缸沒有 所以我們一樣把ADD缸叫出來 目前沒有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拿剛剛這個來改就可以了 所以我說範本 你可以新建一個file 一樣的話我們就是ADD缸 所以這邊ADD 底線一個缸 然後呢.html 字不要打錯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再把剛剛這一個 ADD缸 把它怎麼樣 把它開起來之後 ADD缸 ADD缸 對啊兩個蠻像的 那你可以把它Copy一下 然後怎麼樣呢 把它直接貼到剛剛的那個 ADD缸裡面去 這個嘛 ADD 沒打錯啦 OK 然後把它Open with 一樣這一個 把它貼上之後的話 這個要怎麼改呢 這邊的話就把它改什麼 ADD 有沒有 然後GET一樣 不過待會可以講POSE 可以把它改POSE OK 不過先做 至少GET比較通 一般 另外的話呢 這邊的話呢 就是什麼 請輸入什麼呢 這邊我看一下 請輸入 要相加的兩個 所以這邊的話 自己再把那個中文改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比如說我現在A冒號 所以這邊的話 A 所以這邊的話就輸入一個A 那另外的話 他這邊傳遞過來的東西有沒有 關鍵就在這裡 A 有沒有 關鍵就是這個 Name OK 然後把這一行 Ctrl-C 然後在底下Ctrl-V 之後的話 再把那個B 給做出來 OK 這裡把它貼上 這邊的話改成B 其實流程 我想如果以後 你做好一個 你就把一個當範本 其他3mm OK 好了 把它Safe 你的ADD form 就搞定了 第二的話呢 再到什麼呢 再到你的Views Views裡面做什麼呢 一樣嘛 其實就是 把那個網頁轉過 所以其實 聰明的做法 怎麼樣呢 欸 複製貼上 大家記得 你複製貼上 不要 就是 一定要記得怎麼樣 改對地方 像這個ADD 所以我們要多一個ADD form 的一個程式 它轉換到ADD 改好了 第二步就完工了 所以你會發現 上面有一個範本很好用 所以以後記得要 產生範本 拿來做修改最快 而且最不容易犯錯 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到URL裡面 再多增加一個 那個form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 拿這個來改 所以它幾乎一模一樣 兩個 只是把那個ADD 改成ADD OK 然後這邊的話ADD 然後上面要增加 所以點兩下 看有沒有補 是不是 view Ctrl 把它存檔 OK 那上面的話 如果沒有啦 有時候其實我乾脆把這個 豆點拖拉上來 這樣也可以啦 豆點下一個 好 Save一下 這樣的話呢 我就 1 2 3 OK了 最後check什麼呢 如果我今天把這個參數 丟給那個views裡面的ADD 所以特別主要 那個 將來我這個form的mencer 他一定是丟給ADD 會丟給他A跟B 所以呢 views裡面呢 也要去抓到A跟B 丟給A跟B 並且幫我response出來 這個OK 所以呢 如果OK之後 那應該 理論上 就沒有錯啦 那沒有錯 接下來 就要來執行看看 最關鍵的時刻來了 就是說 這個時候 Enter看看會不會對 沒錯 OK 然後再來 5加上6 會不會送出是11呢 按下它 這個糖多一點 可以把它刪掉 11出現了 這樣就OK了 當然還有其他細節啦 比如說 這邊其實可以再改一些啦 字可以放大一些啦 11太小了 所以如果你要自在把它放大的話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把這邊怎麼樣 改成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什麼 相加的結果 相加的結果 加上 這個要怎麼樣 把它改成Swing 再輸出 那如果說 輸出會有相加結果 但是字還是太 還是怎麼樣 還是太小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最簡單的方法 我發現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 在前面加一個什麼 H1 就是標題 後面其實應該要加一個 結束H1 不過我後來發現 其實不加也沒關係 其實也要加HTM 加Body 不過好像不加也沒關係 所以有些東西如果不加也沒關係的話 那就不加吧 OK 或者你要自變紅色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就是在什麼 在前面這邊 在前面後面都可以啦 還記得吧 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Phone的Color 等於紅色的 這個好像前面我們有講過類似的 這樣也可以啦 OK 你把它Save 其實 標籤一樣可以加在字串裡面 那它顯示結果 就會是紅色 OK 這個好像有講過類似的 反正你HTML熟啊 直接可以套過來啦 不過 也不用記太多 就精簡的 最重要的那些語法 像我剛剛這邊多一點 把它刪掉好了 把它Save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 細節部分請各位再試試看 做完之後的話 這個三知識的這邊 底下還有BMI BMI這個就 比較有趣了 甚至這個過度肥胖 這個可以換圖 我覺得這個比較實用一些些 畫面先換給各位 畫面先換給各位